各信用卡挣你什么钱 就挣你这个利用你循环信用 暂时不还挣你这万分之五的 有的人说那我就 到时候我就还全款呗 你保不起啥时候你就还不上 在一个银行看你总还全款 你花多少到时候就去还多少 银行就提高你信用额度 你说他谁能拒绝提高信用额度 说本来你一个月透支可以透支两万 银行说你可以透支三万 你不高兴吗 证明你有信用吗 而且证明你这额度高了 你可以更多消费啊 缓上更大啊 所以你希望的提高信用额度 总这么提高 你总有一天不能及时还的时候 往后押一押万分之五的日息 你看着少那可不少 万分之五那叫日息 而为什么很多的有看中给学生办卡 学生消费没个数 咱们这学生以前我说过 有智商有情商没财商 打小不会怎么花钱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用度 也不知道怎么按照自己的这个拥有的钱 来算计自己怎么花 一高兴iPhone4siPhone5都上来买 不理智消费 所以他就要不断的动用自己这个信用额度 那么他到时候还不上款 往后一押 一押就要支付万支付之五的日息 你算算 那么还有一点 是银行挣钱的非常重要的 利用信用 那么还有一点 是银行挣钱的非常重要的 利用信用卡 我们知道银行有分期付款业务 然后我要买房 买车或者买某个大东商品 哎 分期付款